HELLO 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來教各位 製作一個超強的滴罐系統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植物 如果用滴罐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澆水方式 那這一次呢 我們這個寶特瓶又派上用場了 那當然也有更大的 那我們這個已經對我來講已經差不多大了 夠大了 那要怎麼做呢 我來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手上有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在生病的時候都會掉點滴嘛 那個叫做書葉套嘛 那這個是我到我們家附近的這個藥局買的 那這個很便宜啦 一百塊可能有好幾個 那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到你家附近的這個需要房去問問看 應該就有 那我們來把它拆開 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你拆開來的時候 就有這些東西嘛 這邊好像有一個針 那這邊也有一個注射針 這邊有一個插頭 那我們這個 這兩個針我們都不要啦 你這樣接個針也是會滴出來 不過這個針有點危險怕吃到手 這個針我們就不要把它拿走 那這個都用不上針頭啦 這個低頭 然後這個取水接頭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把招 那個商標翻到後面去 因為 這個 這樣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來 然後呢 這個是取水接頭 那各位如果 曾經生過病人就知道 護士都會 在你那個床邊掛一包那個 生理石鹽水 用這個就插上去 那我們這個 就可以插到這個瓶子上 插到瓶子上 那由於這個塑膠是軟的 瓶子也是軟的 而且瓶子韌性很高 用這個要插不容易插進去 那所以呢 各位可以先拿一個 鐵做的一個錐子 在這個瓶子上 先鑽一個小孔 不要鑽太大 讓你的那個 取水接頭 有一個突破點就好了 這有過去 這樣你的這個 取水接頭才能插得進去 那你插進去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這樣就很好插 你看轉一轉轉一轉 哎 就進去了 那不介意的人 就是讓它滴一點水 無所謂的話 那就這樣用就好了 那你如果說 要把它做得完善一點 以防它萬一掉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個熱熔槍 在上面塗一些熱熔膠 那塗熱熔膠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桶子 是 法特瓶很怕熱 你一弄一下就變形了 所以說呢 我們就是 要準備一盆水 準備一盆水 好 然後你把它 塗熱熔膠 塗完以後 趕快泡水 它就不會讓你的 你的這個 法特瓶 變形得太嚴重 好 那我們稍微抽出來 一點點就好了 好 在這四周 很快的 塗上熱熔膠 壓下去 好 趕快放到水裡 好 這樣就不會變形 好 有沒有 這樣就黏住了 好 那再來 就是說 我們這個 桶子 我們可以把它 裝滿水 我們來裝滿水 好 當然你的桶子 一定要有把手的 要有把手 那我這邊 我這邊有準備了 一盆水 這裡有一罐水 我們把水裝進去 那你 你這個 可以先把這個 這個開關 先關起來 好 我想 各位如果去醫院 就知道 這點滴 在滴的時候 都可以臨時 把這個全部 鎖起來 好 所以你看 像這麼大的 這個2000cc的 可以裝個三瓶 好 三瓶就可以 讓你滴很久了 好 然後呢 我們將這個 好 掛在 比較高的地方 好 比較高的地方 好 反正這個 這個繩子很長 超過一公尺 好 這繩子超過一公尺 蠻長的 好 那 你就 把它調 我們可以 不曉得這個鏡頭 看不看得到 我們把它調 調到這個水 好 可以滴下來為止 好 你看 有沒有 水開始在滴了 好 那你就盡量調 調到越慢越好 越慢越好 好 有沒有 就像你在打針的時候 這個 護理師都會幫你調 調這個點滴的速度 你把它調到很慢 好 在那五到七秒鐘 一滴就夠了啦 好 快沒有用 快是浪費水而已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我這邊 我這邊 這個有 有看得到我們這個 一滴一滴的嗎 我看這背景 如果 黑色 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好 有 好 是看這裡有沒有看到 滴下來 好 好 有啦 好 這是慢慢滴 那 那我們這邊有準備一個花盆 來 各位看一下 這個 這個就滴在花盆上 那滴在花盆上 你可以去買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 這個 支架 兩分水管的支架 這個 我們的賣場有賣的 這支架 這是長的 長的支架 把它 夾住你這個 這個膠管 這膠管夾住 然後我們就把它 插到我們的花盆裡面 好 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喔 有沒有 來看一下 有沒有再滴 很慢對不對 還可以比這個更慢 大概 我剛才試了一下 我們大概可以調到7秒鐘一滴啦 那你這個6000CC你就可以滴好幾個鐘頭啦 大概滴很久了 好 好 那我們看這個 這個 寶特瓶就被我們掛在高的地方嘛 那當然 你如果要出門的話 你這個可以多掛幾瓶 做串接的 寶特瓶跟寶特瓶之間串接 或是掛很多瓶 中間用紅吸管 那水的話 會同時下降 同時上升 用紅吸管的原理 這樣子可以掛一排 好 那這樣可能滴很久 滴10天半個月都沒問題啦 好 那當然不這樣用寶特瓶 用一個大水桶也是可以的 好 只是說這個 概念大概要知道了 好 那 同樣的 這一個寶特瓶你也可以鑽很多個孔 好 你可以鑽很多個孔 好 那他就是 可以這樣 這樣丁 好 那 那至於說 至於說這個 寶特瓶的一個 一個 補水方式 你也可以 你可以採用這個 自動補水器 自動補水器 讓這個 它水如果減損的話 它就會 自動補水 那 也可以達到我們這個 自動滴灌的目的 那一個寶特瓶 可以擦 擦個好幾根 沒問題吧 如果你用自動補水的話 這樣就好了 那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裡 還是 蠻正常的在工作 然後 我們 還有一點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 如果你 不讓它滴了 可以關掉 可以關掉 或是說你把這個 拿的比它高就好了 它就不會滴出來的 因為 因為這是重力原理的關係 它沒有一個向下的重力 就不會滴出來 放在上面這樣就好了 那感覺上也 倒是蠻方便的 那 那有時候 各位 急急忙忙要出門嘛 然後 臨時要去買 買這些 自動化的設備 有時候好像也買不到 可是 西藥房到處都有 泡泉水7就有了 哪一片來掛著 就結束了 是不是很方便 那當然 這是給各位參考的一個應急方法 當然 人藝的自動化有很多種 有一個定時器的 什麼都有 那 那這個是屬於 這個需要自己動手來製作的 當然 有 喜歡DIY的人 這個 自己動手 反而樂趣比較多 好 那以上 我們這個 這個 自動 滴灌的 點滴方法 就跟各位介紹到這邊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要訂閱 那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 請趕快 謝謝各位 掰掰 拜拜 拜拜